整體來講的話 經貿領域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軍事對抗到現在為止 直擺架式不對抗 是不輸不演 整體來講的話 經貿領域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軍事對抗到現在為止 直擺架式不對抗 是不輸不演 中美兩國真的是不輸不贏 所以會繼續鬥下去 但是看起來還不太會發生 正式的武裝衝突 最後關頭兩方面 比如說第一回合裴洛西來 解放軍往後退一步 第二回合圍倒演習 美軍往後退一步 第三回合你也來我也來 大家平安無事 台灣海峽繼續擺出打架的姿勢而已 經貿領域就不一樣了 美國一直想要讓中國大陸的經濟不繼續成長 他以為客觀稅 用各種所謂說法 中國大陸賣到美國的物品 就會減少 結果沒想到什麼 最近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出擦 也就是貿易出擦 貿易順差 以及美國相對的貿易逆差 從中國的貿易逆差 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那你白搭吧 簡單講 美國白忙了半天 所以從經貿對抗的領域來講 我們從今天最後的結果來看 是中國贏 美國輸 這是很清楚的態勢 然後拜登是單打獨鬥 他發現他打輸了 那想一想說 那怎麼辦呢 我講說川普 川普單打獨鬥 就美國一個人直接對抗中國 結果拜登覺得這樣不行 他覺得要拉幫結派 所以拜登上台了以後 就開始想說 那光我一個人力量不行 那我應該要拉誰 拉澳大利亞 拉加拿大 紐西蘭 日本 韓國 就裡面呢 比較積極響應的是澳大利亞 其他的紐西蘭 躲得遠遠的 那加拿大 為了一個孟晚舟事件 就已經頭腦脹了 他也不太去介入這個 這個中美之間的 這種外交上的對抗 也就是由經貿領域 延伸到外交對抗 那拜登的用意就是 那好啦 我一家跟你做這個經貿對抗不夠 我多拉幾家 就是澳大利亞 動不動就很嗆聲 很臭屁 結果中國呢 就施出經濟制裁 什麼葡萄酒啦 牛肉啊 這個 結果最後澳大利亞真倒楣 他發現說 他的中國大陸訂單沒有的 他這相關的產業整個就崩塌下來 股票崩塌下來的 然後經濟 GDP衰退了 結果訂單跑到哪裡去啊 中國大陸改跑到跟美國買 買美國的葡萄酒 買美國的牛肉 澳大利亞看了就傻眼了 我幫美國打仗 怎麼美國在後面賺我的錢啊 這個是一個很荒唐的局面 但是澳大利亞又不敢跟美國抗議 為什麼 他是美國的小小弟啊 所以根本沒有那個本錢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美國搞出所謂的印太經濟架構 拉拉印度啦 拉拉這個日本啦 韓國啦 大家能不能搞個印太經濟架構 那看能不能對抗RCEP 或者對抗中國大陸 但目前為止還沒成形 拜登忙到現在還沒看到影子 雖然說東南亞國家也有幾個 澎澎茶 反正流水席嘛 大家參加 但是以經典的例子 印度就好了 印度根本就是為了國家利益啊 可以在各國之間 呼嚨操弄跟投機 從俄羅戰爭都看得出來啦 印太經濟架構 美國說 一起來制裁俄羅斯 印度說 那麼便宜私有 我為什麼不買 這是個例子啊 莫迪這本很厲害啊 為了國家利益到處投機 有好處就在 這也沒什麼錯啊 你不能說他有什麼錯 他畢竟是印度納稅人 支持出來了 又不是你美國 為什麼要對你美國效忠 不像那個澳大利亞 那個撒旦莫迪森啊 效忠美國 美國說yes 不敢說no 衝鋒陷陣 撞了滿鼻子灰 最後下了台 修理 你看 李小小 喔